同样也是政治焦点 来看到的是2024总统大选 除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已经表态 民进党的赖清德 国民党的侯友宜 还有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呼声都很高 而针对台面上的这四个可能人选 前立委沈富雄他就分析了 红友宜就像是龙中虎 一旦把笼子打开 他的民调就会一路飙高 赖清德则像是花豹 善于隐藏又跑得快 至于郭台铭自以为老虎 实则是一只病猫 另外柯文哲调皮 不按牌里出牌的个性 就像是一只泼猴 而沈富雄更预言 如果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出战 2024柯文哲就没有胜算 小猛的老虎以速度著称的花豹 还有聪明善于狩猎的猫咪 以及灵活的猴子 这个动物谁能胜出 前立委沈富雄 把2024总统可能人选 比喻成这四种动物 那个老虎是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跟赖清德两个对干 水也吃不了水 但是这只花爸的命 不是那么顺 侯友宜就像老虎 朱立文则是管理员 一旦打开笼子 侯友宜名调 就会一路飙高 而虽然赖清德相报 速度快又善于隐身 条件很完美 却掉入自家人陷阱 郭台铭说穿了 只是只病猫 至于柯文哲 行事作风跟招牌的抓头动作 就像只顽皮的猴子 是病猫 不晓得它是猫 它以为是老虎 那只 波猴的配合会下去 大胆预言 只要侯友宜出现 花豹 病猫跟波猴 完全不是老虎对手 而某虎出狭 可问者的票也会被洗走 知识度从20% 掉到10%到14% 完全没胜算 但本人不愿 对好主作 我们不是虎 也不是什么动物 最主要 我们是要去解决 人民所关心的问题 毕竟老虎的龙子 能否解开也是一大难题 选战时间还长 2024谁才是万寿之王 现在都言之过早 最新北众和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